宇宙法则 相关信息 一、关于在里面的如同在外面的编译者 如是说999 在地球上的生活是一种团队游戏 学习宇宙灵性法则是极为重要的 当我们了解并遵守宇宙灵性法则时 你就可以在地球上创造出天堂 宇宙灵性法则 在里面的如同在外面的地球 是一个学习的地方 在这里 我们的功课 藉由创造外在的世界 确实反映我们的内在世界来呈现给我们 假如你内在是愤怒的 即使你可能把愤怒藏得深到 连你自己都没有觉察到 你仍将会发现在你生命中有愤怒的人 他们是将你拒绝的愤怒反应回来给你 假如你有很深的遗气感 这可能源自于其他事 人们将反应回来给你 他们可能离开你 在情绪上撤离 甚至是死亡 如果你自我批评 并持续地用自己的思想攻击自己 你将吸引反应 这项克制的人 他们将贬低你 甚至 对你进行身体上的攻击 一个内在感觉到稳定 被爱 安全和快乐的人 将拥有一个稳定 安全和快乐的人生 四周围绕着爱他的人 你内在的整合 将与那些围绕着你的人 相对应 在你生命中的人 会是多么有创意 慷慨 诚实或谦虚 就端看你的状态 到达什么程度 宇宙重新安排自身 来反映出你的真实 的确 如字面上所说的 在里面的 如同在外面的 鲍伯和马格 在冲突中 结束了他们的关系 鲍伯持续地告诉其他人 他想要讲和 可是马格不感兴趣 每次看到他时 就以言语攻击他 鲍伯很沮丧 他痛恨吵架 只是不知道 如何把和平 带到这个情境中 一位非常聪明的朋友 有一天 把他拉到旁边说 鲍伯 他感受到你的威胁 他还没有准备好要讲和 你唯一能做的方法 是找到你内在的和平 这对他来说 是非常大的真相揭露 在告诉我时 他大哭了起来 灵性法则是如此的简单 内在的平静 会把宁静带到你的生活中 当每个人找到内在的和平时 将自动会有世界和平 这项法则甚至适用于肉体上 内在感觉反映在我们建构自己身体的方式上 假如我们内在感觉到情绪或性方面的脆弱 我们可能在腹部或臀部上方建构了一层油脂的保护层 我们在这里压抑了情绪与性欲 如果我们没有真正的感觉到内在的层面 是讨人喜爱的 我们可能建构了一个很大的胸部来保护我们的心脏中央 有大胸肌的大男人 常常隐藏了脆弱的感觉 一个女人会无意识地去建构一个大胸部 来表示出她需要去滋养或是得到滋养 如果我们在内心深处感觉到必须一肩扛起家庭 甚至是世界的责任 我们为自己建构出巨大的肩膀 从另一方面来说 假如我们没有企图或是欲望去负起责任 我们将建构出允许负担滑落的倾斜肩膀 你的身体是你深层 通常是内在无意识感觉的一面镜子 因此如果你在脖子内有一个痛楚 问问你自己 我允许谁成为我脖子里的痛苦 当你再度赋予自己力量 就不再需要在这位置有痛苦 也有可能你就是你自己的痛苦 相同的原理适用于背部的疼痛 谁是在背部的那个疼痛 在心中的痛苦 我允许谁来伤害我消化 什么样的经验令我无法消化 一个痛楚 我是因为谁 或是为了什么而疼痛 如果你无法听到 问我不想听到什么 我不想要听谁说话 如果你有僵硬的臀部 问问自己 我如何改变自己的态度而往前移动 我非常了解乔治 他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年轻人 如果说他有任何缺点的话 那就是他能够看到每个人的观点 以至于无法督促自己向前 或是真正的为自己站出立场 他与一位持续把他的计划 搞砸的事业伙伴有些牵扯 这种情况一直在循环中 有一天他问我 我右边的臀部很僵硬 我不了解是什么原因 僵硬的下半身反映出在生活中 缺乏向前移动的能力 在身体右边的任何部分 均反映出与男性未来 或是我们的职业有关的态度 左边的部分反映出我们与女性 或是我们居家生活的态度 对于他的男性工作伙伴 与他事业的未来是很严厉的 我们讨论了他可以做些什么 去改变神奇的地球生活学校 给予我们持续的机会去学习 有关我们自己的事 你的宠物将向你反映你内在的品质 你的宠物像什么 他们有什么样的品质 当我们大笑着说某个人 就像他的狗一样 我们理解到这一点并非偶然 如果你的宠物们似乎有着不同的特性 每一只代表着你人格的一部分 那也是为什么他进入到你的生命中 一个人看起来非常地可爱可亲与平静 却有一只宠物很激进 且脾气不好 这表示他没有表达出他潜在的愤怒情绪 如果有一个人看起来疯疯癫癫 且肮脏 却有一只美丽高贵的动物 这表示他尚未碰触到他高贵美好的本性 这条法则是简单精确的 没有生命的物件 也代表出他们主人的部分 当某个人开着一辆破旧 肮脏嘎嘎作响的老爷车时 这辆车反映出他当时的内在状况 一辆漂亮闪亮干净的车是内在价值的外在显现 一辆家庭车代表家庭潜在的集体感觉 负责掌管你的更高存有 会根据你内在的状况 促使你生命中的有形物体发生改变 你外在生活中漏水的水龙头 屋顶暖气机揭露出你内在漏出的情绪 而外在熊熊大火反映出内在燃烧的问题 我们的领导人反映出我们居住国家的内在集体情绪 我们学校的老师反映出 关于我们孩子内在集体的价值信念 监狱系统 国会社会所有的面向 直接反映出 人们集体意识最深层的感觉 当选修了 在地球上 这门课程的我们 期望生命中的某件事改变时 为了外在世界的改变 我们必须往内看去改变我们的信念与态度 如果我们希望改变社会 要有够多的人改变自己本身 在反映法则中 这点将会得到更完整的讨论 宇宙重新安排自身 以便带来你所相信的 谢谢收听 感恩祝福 宇宙法则相关信息 2. 关于强大的宇宙法则 编译者如是说999 法则一 你所说的 所想的 关注的 都会无限放大 无论好与坏 只关注好的 喜悦的 宇宙会给你更多 法则二 当你抓取时 宇宙就会离开 因为 你是匮乏的 当你敞开时 宇宙会给你所有 如何敞开 就是开心 喜悦 活在当下 我们既不拥有过去 也不会拥有未来 只拥有当下 法则三 当你关注一件事 超过17秒 宇宙就会加持它 所以 如果是思考负面的东西 不要超过17秒 自己马上觉察 转换到正确的思想上来 法则四 不要出于对钱的匮乏 而想得到钱 而是 出于富足和快乐 为了爱 喜悦想得到钱 宇宙会给到你 因为 宇宙只有一个目的 希望你开心 快乐 法则五 人世间 没有任何东西 是永恒的 只有 你对自己的爱 是永恒的 你也永远无法给予你 没有的 你爱自己 才会爱别人 只要活在爱自己的世界里 你永远不会孤独 别人也会感觉到你的爱 你可以得到爱和自由 但你没有珍惜 因为 是廉价的 大多数人 还不习惯自由 而习惯于被约束和限制 解放自己 从爱自己开始 法则六 不要觉得 只有自己完美的时候 才爱自己 你现在 就是最完美的 不足的 你就是宇宙 这个宇宙中 作为 果像的 有形的宇宙 还有 创造这个果像 宇宙背后的 源头宇宙 我把这个 叫做 宇宙法则 但是 这个宇宙法则 是大家肉眼 所看不到的 却在 你的每一瞬间 每一瞬间中 不断地 运作着 工作着 这个事实 谁都没办法否定的 但是 不能理解 这个运作的人 自己眼前 所发生的事情 不符合自己的想法 本来自己种了 什么样的种子 才结出什么样的果实 自己在接收着 自己曾经 发射信号的一个果像 却在说 这个人不好 那个人不好 每天都是不满 抱怨 如果一直这样 活下去 不会有一个人到达源头 一个到达源头的人 时刻时刻 都在做着自我的控制 思想 语言 表达 在彻彻底底地 做着自我的控制 是 有没有给别人 带来不愉快 有没有给别人带来伤害 有没有给别人带来痛苦 想怎么想就怎么想 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这就是世界的混乱发生的根源 所以每个人要快一点的感受到我不是这个肉体 我不是心灵 我不是情感 情绪 无感 理性 肉体 是真我的一个可见的工具 心灵 情感 情绪 无感 理性 是真我的一个不可见的工具 所以使用的你们才是你们本质 而被使用的这个肉体 并不是真正的你们 我们永远记得肉体 只不过 是爱的传导体 爱的表达体 这场人生中 是承载爱的一艘船 所以说 包括你们的肉体 和所有一切 这都是爱的化身 是为了表达爱 在爱之中 作为爱 被创造 被建设 被运作者 谢谢收听 感恩祝福 优优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